是,溫宰鎮反過前線跟新北市訴求了無數次 在3月4月的時候更是密集的大動員 來跟內政部訴求說 要他退回重做溫宰鎮這個炒房計畫 但結果是什麼? 在4月14號,內政部退回這個重做 4月到8月這段期間 新北市從來沒有來聯絡過我們 從來沒有跟自救會 要被這些被破圈的人民展開過任何的協商 那在8月底的時候 又說我這個計劃要重送了 而且是用分期分區的方式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用有抗議的地方我先暫緩 沒抗議的地方先做 但是我們有兩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你這個不當的規劃 在地的社區又被破千和你炒房的這個事實 絕對不會因為分期分區而改善 你等於是讓這不具公益性的案子 最後還是由全體市民來承擔 第二個,分期分區意味著 有抗議的人 他是比較晚拆而已 他是比較晚拆而已 先拆後拆遲早還是要拆 這對於我們在地的工廠和居民而言 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個保障 分期分區根本就不是一個解方 所以我們8月16號去新北市抗議以後 他又拖,他又說不送 好,那我們今天來到內政部 來到新北市 就是我發現新北市這個拖的作為 這個職業要做炒房計畫的作為 其實跟全台灣現在發生破千案的情況如出一策 高雄國菜市場強拆 高雄大溝鼎強拆 台南反鐵路東移 這些案子都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但是蔡總統 你520就職以來 我們沒有看過你對這些被破千的人民 發表過任何的支持 對這些破千惡行的地方政府 從來沒有表達譴責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要問蔡總統 你領導的中央政府 以及各都市計畫的最後的審定和核定的主管機關 內政部 你到底怎麼看待現在地方政府胡搞瞎搞的問題 我們溫仔鎮反破千 我們溫仔鎮勢力重劃案 你到底會不會同意 新北市分期分區這樣偷吃部的行為 最後還是要用炒房一個計畫 來把我們在地人民的權益給犧牲掉的 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先請溫仔鎮反破千連線的工廠代表林文正 來跟我們說明那邊產業的狀況 由於新北市政府對本期的產業沒有詳細的調查 並不知道 其內有很多既有金正利的產業 不但不加以福島 加以實產業壯大 在台灣面臨經濟衰退的時候 如果 竟然 不加以利用 反而要消滅 這是不對的 應該要 應該要 應該要配合 這個產業有效的政策 來重新規劃 規劃都市計畫 完了 謝謝合作 好 謝謝林文正 好 很簡單 我們在地那麼多的社區聚落 和產業鏈 長期生產下來 形成的產業鏈 和數萬名的員工 那邊有五千家的工廠 每一家以經濟部提供的數據 中小企業六點四億億人 平均雇用人數來算 那邊只有三萬名的員工 新北市完全沒有考量 如果這些產業被拆掉 對當地造成的衝擊是什麼 那新北市 他就在這個地方 規劃了五十五%的住宅用地 在副都心空屋率高達七十六%的情況下面 他也是要在這個地方繼續草房 大家一起來喊 朱立倫在草房 朱立倫在草房 蔡總統無放任 蔡總統無放任 朱立倫在草房 朱立倫在草房 蔡總統無放任 蔡總統無放任 好 所以我們產業的狀況是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請我們居民代表 葉建中來跟大家說明 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要告訴內政部 我們新泰溫宰駿的重劃案裡面 不是只有金莊在陳情而已 抗爭而已 其實今天我們泰山的中亞處的居民 跟泰山工廠的代表 也都來現場抗爭陳情 請內政部不要相信新北市政府的片面支持 不是說泰山沒有抗爭就要拆除 請內政部要施造 再來這個重劃案 新北市政府自己都有調查 只有願意參加的地主只有十幾趴而已 所以不是大家都願意參加這個規劃 這個重劃 所以希望內政部能夠了解當地居民的心聲 我們要退回這個重劃案 請內政部要知道 再來現在人口少指化 經濟已經衰退了 新莊的空污率那麼高 為什麼還要規劃 44趴的住宅區 還有11趴的商業區 可是裡面沒有規劃到工業區 這樣的等於是怎樣 炒房規劃 圖利財團 根本沒有在地需求的要求都沒有做到 這樣子的規劃 是等於是炒房規劃 希望內政部能夠了解 再來我要要求我們內政部能夠 了解 能夠了解我們當地的居民工廠的心聲 能夠要求新北市政府 暫停這個瘟仔駿的重劃案 能夠讓當地的居民工廠參與 重做這個瘟仔駿的市地重劃案 請大家跟我喊口號 分請分機 拒絕分機分機 拒絕分機分機 重做都市地劃 重做都市地劃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居民代表 葉建宗 剛剛他提到 他希望內政部能夠了解 在地人的心聲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重劃案 引致那麼多的抗議 原因就是因為 土地徵收 市地重劃 國土活化 都根 他通通沒有一個完善人民參與的機制 以我們瘟仔駿市地重劃案來看 他只有兩次參與機會 第一次是他在都市計劃 審定之後 公斬 公斬這個東西 他在網路上公告個30天 有看到的 你寫陳情書 清北市敷衍回應 也沒有違法 在這樣的情況下面 第一次參與機會就這樣結束了 第二次參與機會 在什麼時候 在這個重劃計劃案 公告實施之後 也就是要做了之後 他說 昆仔駿你400公頃的重劃面積 你只要超過200公頃 你只要超過一半的土地所有全人的同意 你就可以提起異議 請問 這到底算是什麼參與機制 請問 我們的異議真的可以被看到嗎 沒有 所以 我們可以意識到 這是一整個市地重劃制度 它結構性的問題 它根本上造就了 我們政府跟地方人民全體的不對審 所以我們也要求 你內政部 在於對於新北市這個 炒房不符合在地需求的規劃 一定要給它退回來 大家各位一起喊 朱立衡分炒房 朱立衡分炒房 蔡總統誤分 蔡總統誤分 不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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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跆拳會的林彥彤來發言 高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溫載鎮反破線連線 還有習跟台灣協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 經濟民主聯合跟反破線連線合辦的一個記者會 那我們今天要來這邊 除了要求內政部 立刻要求北市府 重新審定都市計畫以外 我們也呼籲大家 9月25號跟我們一起走上海道 對新審部表達他們對於土地正義忽視的抗議 我們知道昨天內政部長葉俊隆找了媒體朋友查緒 原本我們很期待他會說出什麼新穎的東西 結果他只是複數 之前內政部早就已經決定要做的 所謂的聽證作業要點 當然對聽證作業要點我們認為是有成立的必要 可是他們卻把所有土地正義的問題 化約成一個聽證的問題 這個是嚴重錯誤的 昨天葉部長一再的提到政單法律程序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的政府完完全全就是用 他們已經走完了法律程序 他們已經完成了法律上的要求 開了公聽會 開了實際上只是摸頭的協調會 他們就要求人民頒簽 所以事實上現在的法律程序根本就沒有辦法保障人們的居住權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要求內政部要把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要考慮進去 比例原則是大法官 在他們的事件意見書裡面強調最重要保障居住權 保障財產權最重要的工具 你沒有明確的公益性跟必要性的時候 你不可以要求人民頒簽他們原本長久居住的地方 你不可以要求人民破簽 你不可以要人民配合你的政策 你不可以延續這個威權政府遺留下來的二席 要求人民配合你的一切施政 這個是我們嚴正呼籲政府要注意的地方 不是說你有一個程序摸頭就好 你必須要一個明確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才能要人民頒簽 那我們現在請 西根台灣協會理事長徐仲教授為我們做發言 各位媒體朋友 很謝謝各位來進行採訪 我們今天如果看電視 我們看到東東地區 我們看到歐洲 都有很多的所謂的LAM 各位知道嗎 其實我們台灣國內 也有很多的LAM 但在我背後 這就是所謂的LAM LAM LAM有分兩種 出分兩種 一個就是像在中東地區 在歐洲 在敘利亞 那邊所發生的相關的 逃離自己一個國家的LAM 但是聯合國 跟世界銀行 他們關心的另外一種LAM 叫做DIG 各位媒體朋友 我盼情 你可以上網 去找這些資料 非常的多 聯合國 跟世界銀行 都有相關 嚴格禁止的一個規定 但是可能因為我們離開聯合國太久了 我們離開國際社會太久了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跟國際接軌 我們的主政者不知道這樣的問題的一個嚴重性 所以我第一點要派遣各位朋友 一定要了解 這是個難民的問題 而難民的問題 是不只發生在國際社會 也發生在台灣的國內 這讓我們非常的悲痛 也非常的遺憾 第二點 我們本來很期待 民進黨新政府主政之後 能夠帶來改變 這也是當初 蔡英文總統候選人 還有蔡英文所領導的民進黨政治人士 給台灣的一個承諾 就是要改變 我們要change 各位還記得嗎 他們不斷地重複改變 不斷地 在講的英文字叫做change 但是他們選上之後 我們的法規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我們的政策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 我們在我們後面的這個四地重劃 受到破千的這些居民 這些政策有沒有改變 沒有 都市計劃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 通通都沒有改變 民進黨政府上台之後 他現在開始講什麼呢 他開始講依法行政 選前 選前 他說什麼 要改變 選後 他說什麼 選後 他說 依法行政 這是讓我們非常 非常 非常 慘 到底誰才是雙面人 誰是雙面人 就是民進黨 他是個雙面人 選前 跟我們講 要重視台灣過去 要重視台灣過去 悲慘的四百年的歷史 選後 一道錢 才四個月而已 選後 一道錢 過往的歷史 過往百姓 受到國民黨 補正者 所受到的一個迫害 壓迫 不選 一筆夠下 現在 也開始在這樣 依法行政 你知道這個法 是什麼時候定的嗎 剛剛我們的朋友有講 要重啟都市計畫 各位媒體朋友 你知道這個都市計畫法 是什麼時候定的嗎 什麼時候修正的嗎 我跟各位報告 是民國六十二點 民國六十二 至今幾年了 對吧 一百零五 你減掉六十二 各位知道 我們的都市計畫法 它是在那個時候 是在威權時代 是在還沒有解嚴的時候 我們的置辦實體重劃 也是一樣 都是在解嚴之前定 那各位媒體朋友 在解嚴之後 我們這些政策 我們的制度 我們的法規 有沒有改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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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全全沒有改變 請各位記得 民進黨政府 現在跟劉正宏 一樣 跟馬英九一樣 在說依法行政 民進黨政府 我必須再強調 他現在跟劉正宏一樣 跟馬英九一樣 在說依法行政 知道我們非常愤慨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深深覺得 我們上當了 我們被欺騙了 這樣一個政府 讓我們非常非常愤怒 現在民進黨 一些年輕世代 說我們完全執政 我們要展現魄力 各位朋友 展現魄力 是展現在什麼地方 展現魄力 展現魄力 不是展現在 拆了家的房子 展現魄力 不是展現在 對老百姓 要求他們破街 展現魄力 不是讓人民 流離失所 展現魄力 不是讓人民 流離失所 展現魄力 展現魄力 展現在什麼地方 展現魄力 展現在 你又趕快照顧 站在我後面 這些被破街的人民 這些人民 當初都是一票一票 累積起來 照顧你們的 支持你們的 結果你現在 依法行政切割 然後呢 要進行破街 你說俗可認 還是不可忍 絕對不可忍 今天 我們要站出來 一定要站出來 要聽 我們文仔軍 從那區的 這些朋友 跟你們講 你們是國內的讓民 你們不應該 在解嚴的今天 不應該受到政府 這樣不公不義的對待 不應該 我們可以盼請 大家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 我們9月1號15 我們一起上海道 好不好 好 我們增回 討回 我們的公義 好不好 好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我們要喊個口號 在月餅裡面 在月餅裡面 藏著革命的布條 我們現在就請 學生老師 跟文仔軍 文仔軍的軍民 把這月餅打破 把他們布條 拉出來 好 表達我們9月25號 要讓凱道一個決心 那我們 我們接下來 誒 大家往後 居住城堂 咱捐行 我們要 song 李祖誠議 居住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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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庞文海大 從庞文海大 舒立文問草飯 朱立文在草房 蔡英文無法任 蔡英文無法任 朱立文在草房 蔡英文無法任 蔡英文無法任 好我們接下來請人權公約監督聯盟 趙啟人同時也是首領府人權自權委員會的委員 黃松立教授來跟大家講一些他們的看法 我們要三傳詞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們一直聽到政府說他要依法行政 但是我要提醒政府 依法行政當初有這個說法的目的 正是為了限制政府 不是為了限制人民 依法行政為的是保障人民 限制政府 政府在講他依法行政的時候 有兩個致命的缺點 第一個是 正如昨天葉部長自己所說 我們在所有的這些法律 我們政府依據這些法律 來強拆人民的 住宅來驅趕人民的時候 他所依據的這些法 本身並不符合國際 人權的原則 那包括說他的公益性跟他的必要性 那政府最近都會講比例原則的幾個字 但是其實各個地方政府 他們的各種委員會 如何在使用比例原則的時候 他的標準並不一致也並不公開 到底是只要有公益性就好 還是要重大的公益性 還是要極重大的公益性 這些標準都是我們非常非常要注意的 因為任何開條馬路都可以說是有公益性 但是這樣子的公益性是不是足夠 這個標準如果沒有定出來 那所有的這些審查所造成的爭議 到目前為止我都認為這些是行政 所有的行政措施還不完備 所以我會呼籲政府在這個時候 停止所有的破簽 然後在行政院成立一個委員會 把這些有正義的案件 逐一的審查他才可以繼續進行 這是第一個訴求 我們認為目前的依法行政 它的程序是適當的 它是不完備的 那第二個在依法行政上面 所遭遇到的困難是 政府它並不是只有一套法 它並不是只有都市更新 它並不是只有府立遵守這一套法律 因為政府還有另外一套法律 它必須要遵行 它還有憲法 它還有國際公約 所要保障人權的這些義務 所以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說 這些法律當中它是有衝突的 那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政府應該優先尊重 憲法裡面保障人民的財產權的這個義務 而把它的協助 協助這個開發的這個義務 把它先擺一邊 那所以我認為 政府在依法行政的時候 它所採取的 對於法律的規則當中 它的優先性 它的判斷是失誤的 那在我們的這個 人權公約施行法當中呢 去遵循人權公約的義務 並不只是中央政府而已 所有的各級機關 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 都有同樣的義務 所以 再次呼籲 把所有爭議中的這個案件 統統擱置 重新審議 謝謝 謝謝聰明教授 我們再來一個喊個口號 土地罪 土地罪 從法人開道 從法人開道 好 請各位注意 9月25號是我們 從法人開道的日子 那接下來我們請同樣是 總統府人權支持委員 委員 他也是台上王秘書長 葉大華一秘書長 幫我們做發言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在前天晚上 我們的小英總統 在他的臉書 特別針對這個 張耀房的這個重建的事情 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在臉書上提到說 他認為政治的本質 是照顧人民 不是欺騙 更不是卸責 張森文先生 逝世一年了 他希望還要再次的要求 政府應當歸還土地 把家園還給張家人 還給他們一個圓滿的家 各位 小英總統這段話 如果他信守他的承諾 他是不是應該爭退昨天 內政部長葉俊榮跟他的團隊 再提到有關的這些未來居住權 在修法方面上的這個居住權的原則上面 應該有更直接的一個說法 可是我們很可惜看到是說 總統說他的 他的行政團隊做他的 沒有一個統一的窗口來協調聯繫 更何況我們看到的 所謂破圈的這些問題 剛剛我們的徐老師也提到 我們背後其實更多的是 像類似像張森維先生 像彭春森女士他們一樣 他們的家園破碎 他們沒有辦法在自己的土地上 在自己原來安身利益的地方 能夠長長久久的生存下去 他們真的就是這個破圈底下 不公不義的這個難民 如果今天我們的國家 在我們的政黨二次輪替之後 我們認為沒有辦法透過 我們已經践行的這個兩公約 來落實我們的居住正義跟居住權 我們怎麼能夠相信 這樣的政黨輪替可以帶來 人民更好的幸福跟未來 所以我想雖然總統主人權諮詢委員會 沒有任何的實質調查權 但是我也願意跟像黃中立委員一樣 一起來號召我們的人權諮詢委員會的委員 來立即來召開組成這樣的工作小組 來針對目前中央到地方的各個破千案 來做這樣的工作跟諮詢跟研議 特別要要求我們的行政部門 不能夠各行其事 針對應該修的法令 如何去彰顯所謂的公益器跟必要器的原則 來進行修法 也就如我們今天的訴求裡面提到的 應該要嚴格的檢視所有開發計劃的公益器跟必要器 落實資訊的公開 民眾的參與 還有納入無權參與者的 無產權者的參與機制 並且要透過嚴格的聽證程序來一一檢視 現在唯一能夠落實這個承諾的 就是立即停止所有 不公服役的這些所謂的這些都市計畫的這些破千案 另外就是 暫行所有的正義個案的執行程序 第三個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除了行政院要成立專案辦公室 來針對正義個案進行評議 我想必須也要更高的這樣的一個決策層級 也就是總統府這邊 也應該在由小英總統的高度 一起來推動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專案辦公室 來要求政府確實去遵循金色文公約所說的 落實正當程序保障 提止侵害人民居住權 特別在三年前的這個兩公約的國家審查裡面 國家的這些審查委員已經告訴我們了 我們過去不管是在林口的這個捷運 還是所謂的這個華光社區的破千案裡面 都很明顯的看得到 當時的這些都市更新制度 都有侵犯居住權的狀況 政府應該要深刻的來檢討跟改善 但是三年過去了 明年我們就要再一次的進行了 第二次的國家人權報告 請問我們的小英政府準備好了沒 難道還要再次被質疑你是法夾彎嗎 我想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你可能不是法夾彎的問題 你可能已經是硬拗了 所以我希望小英政府能夠在 他臉書所做出這麼高度的一個承諾的時候 請記得務必要跟你的行政團隊 好好的來研究如何真正的落實你的承諾 不要讓我們認為政黨輪曆之後 你只是在硬拗 根本完全沒有落實所謂居住正義的這樣的決心 謝謝 好 好 很簡單來說 以文展正來看 我們無產權者 就是五千家的這些工廠 我們以及有財產權的這些社區聚落的居民 也一樣通通被破千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如果蔡總統你看到地方政府的這些惡行 你就應該就應該立即做出制度性的改革 好 地方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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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表態 中央表態 地方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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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表態 中央表態 我們溫仔村那麼多的居民和工廠 我们不要这个草房的重货案 大叔对不对 我们不要被迫欠大叔对不对 苏立人在这边胡嘎消稿 我们要求蔡英文以及他的执政团队 出来制衡大叔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希望 内政部你可以出来回应我们刚刚的诉求 他其实非常非常的明确 就是你要不要做的问题而已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喊 内政部出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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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 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官员已经站在 就站在我们后方 在围离的另外一边 如果那些官员不愿意出来 回应我们的诉求 我们就进去找他 到时候对不对 对 请不要 请不要躲在围离 巨马 警察的另外一边 然后在办公室里面 官员出来 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要把我们过签 到时候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请 他已经出来了 我们等他 好 这个大了 好 等一下我到这边去 去过一下 不好意思 请问你叫 我是内政部计政师 王弦任计政 上次你们来抗生 也是我来接受 我先跟各位乡亲讲 各位乡亲 真的辛苦了 各位乡亲真的辛苦了 各位媒体也非常辛苦 各位团体也非常辛苦 我想我在这边 称赞宇 你们刚刚刚是 乡亲的重化案 排泄会有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想我做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回应 现在乡亲这个案子来讲 目前你们也知道了 在3月17号 跟4月14号内政部 已经把这个重化案 退回给新北市政府 请他们针对于 新市计划的内容 还有它开发的范围 该基础是比较低 所以说你们的诉求 我们都有听到了 还有针对于 工厂扩签的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我们也请新北市政府 针对于工厂扩签的这个东西 要有一个 所在的一个措施 安施的一个措施 这个部分 我们在会议记录 我们都有推给新北市政府 请他们重新再延拟 那新北市政府 现在呢 还在重新针对这个重化案呢 在城牙发展局里面 重新再做规划 所以呢 我想你们的 应该他们也会听到 他们也会听到 那他们也会针对 各位的诉求 你们该批除的 该怎么样 怎么注意的 他们也会一些 必要的一些处分 必要一些处理 那针对你刚刚 各位提到的 我先回应好不好 你刚才我先回应 没有婚妻 请请问 不好意思 我忘记 你知道什么 王继生 王继生你好 我有一件事 想要跟你讲 大家说 我们温宰镇 这个重化书 重化计划书 4月的时候被退回来 但是那时候 内政部做了一个建议 建议新北市 可以做分期分区 分期分区的意思 就是不用重做 都市计划 他一样 有争议的地方 就搁置 没争议的地方先做 结果在8月的时候 就是刚刚基政讲的 被内政部退回来之后 居然 居然 新北市就说 那我要传送了 第二个 你刚刚说 基础的部分 这个对于 合法产生权的保障 我们认同 但问题就在 你的规划 是不当的 你的炒房 你的为什么 在温宰镇的地区 明明就不需要 盖那么多房子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办法要求 他们重做 这个计划 这个第三个 对于工厂的部分 他 我问大家 新北市提供给我们的安置用地 要码还在做 要码不能去 大家说对不对 对 那请问 请问 新北市这样子 他 骗人 骗我们在地人 也骗内政部的这个作为 那 请内政部 好你回应 好 我想我还是回应一下 针对于这个 注视计划内容 我们在推经为行 我们是骗回 他们针对于 注视计划内容 还是在重新 在研议 那他们没有做修改啊 那这个部分 他也没有修改 是送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还会再做一些整理 所以这个部分 目前还 所以 所以 请各位 所以 还是跟新北市政府 在做 一个沟通 所以记者 你是做了一个承诺 所以记者 你是做了一个承诺 如果新北市 没有重做 注视计划 内政部 一定不会让他 审定 核定 对不对 对 对 知道吗 这是中央的态度吗 空气温对 你们做这样承诺 我才晚餐而已啦 我想 我 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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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真的辛苦了 我跟 我在这边来讲 我跟 我跟 这个部分 我还是请各位 可以 尽量 跟新北市政府 都要与这边 来做沟通 不要 不要尽量 不要尽量 承诺 承诺 真的 不要尽量 承诺 要重做 他的计划 真的做 这个出租计划来讲 目前的计划 是由新北市政府来做规划 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这样子讲 由新北市政府目前来做规划 之所以 9月25号 有那么多团体要上凯道 就是因为每次都得到这样的回应 太不具体了 对我们生存全都没有办法保障 我们刚刚才请他重做了吧 不要做了 我们现在 吹鸡 就是请他们 吹鸡 那他有个分级分区啊 他就是要做啊 好 大家 大家 我们问题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最基本的问题 威宰镇炒房的规划 你认不认同 如果你不认同的话 你中央政府的态度和作为是什么 地方这样子胡嘎笑搞 中央的态度是什么 好 谢谢 针对于炒房 针对炒房 我想政府绝对不支持炒房 这个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这个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这个藏室来创作之炒房 你这回文宰镇主席的规划 这帮文宰镇主席的规划 各位 各位 这藏室来创作之炒房 好 所有公立的区 各位想想看 这帮文宰镇 温载镇这里 事实上 各位觉得温载镇这里的生活品质 很弱 应该 我们全都可以认为人家的议员 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地方 在越南的营党 在越南的营党 为什么我们居民和产业 通通没有办法参与在这个计划 的制定的过程里面 这非常不合理 但是说是对 对 请 机政给我们一个明确具体的回应 好 我再跟各位回应一下 我相信各位 刚刚那几个老师 学者就有提到说 我们昨天部长有开机者会说明 我们现在呢 会尽量朝落实 激进公开的这个方向来处理 另外的第二个部分 我们也是希望 好 人民可以参与 好 人民可以参与 好 那现在 那 我再等一下 你们的内容是什么 刚刚的内容是什么 我讲一下 我们昨天部长也其实也讲了很多 我们针对于刚刚老师提到的 我们该不该修法 这个修法 你修的只有关于听证的部分 没有没有不止 而且跟上个月你们一天都讲我一样 我们事实上修法的部分 不管是在人民的参与 还有资讯的公开这一部分 我们都会参与修法 我想这边我们科长 包括我记政 我们都实际上都在做这些工作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 尽量 我想尽量 你不要 请问 请问 请问大家 我们是要听那种程度 这种 谋略的唯一吗 记政 我也是 我觉得你现在一直把问题带到程序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两个问题就好了 对 第一个是 温仔俊 他很明显出一个草房的计划 他跟程序没有什么相关 第二个 你们现在只让人分群分区 是你们建议一起每次可以用这条路径的 分群分区做到底 就是要做 有一天也会做 要重做 拒绝分群分区 拒绝分群分区 重做都市计划 重做都市计划 我也记给你们 因为各位提问 我一本心不要用 那个 刚刚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分群分区 我们不要分群分区 这件事情 你到底要怎么承诺我们 不然我们先跟你没完没了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对 我们要不要分群分区 我们不要分群分区 我们不要分群分区 我可以这么说 你不是这么说 你不是在看卸责任 不是 我在听 你们的诉求 我们听到了吗 我们都多几次了呢 我知道你們都有來了 我知道 上次是你來了 對 你們會常識沒有解決 總共會沒有解決 真的沒有解決 新北市這四個月來 這四個月來完全沒有跟我們製作為聯合 那我問各位現在這個東西 這個計劃案在哪裡 這個投劃案在哪裡 我們是不是他送到 這個網站 他還想送 他還想送 他送過來 我們還是要審查有沒有依照各位的訴求 剛剛我們前面發言這麼多 我們的重點 在制度沒有修改之前 我們要求全面暫停開發程序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能不能承諾 你的法治有問題的時候 能不能暫停溫宰鎮重劃案的程序 有辦法承諾 暫停這個炒房規劃的程序 好 我跟你講 如果是 如果是採 炒房規劃 如果是土力財產 那當然 我們 在這邊這些都會承諾 能這麼做嗎 我們內政部也不會允許 這個是一個炒房的計劃 也不是這一個 土力財產的計劃 我們是要改善民眾的生活的品質 這個我們都知道 對 你說改善生活的品質 這邊的居民通通都要被趕走 為什麼改善民眾的 改善到我們在地的都要被趕走 為什麼 改善民眾的品質 剛剛這樣合理嗎 剛才你們訴求的那幾個區域 事實上在我們審議的時候 我們都有建議新北市 把它提出掉 只有建議都已經有物理了 我們在市主要 道路上 吃早一點也會被趕 他就分齊分區 來回應我們 他說 好 有抗議的地方 我就先擺著 那請問 這個不當規劃 是不是一樣 都是我們全部的人 來承擔 這不當規劃 你去都一起這樣 開判案 不是擺著 而是真的把它提出掉了 我們必須要被申請 我們必須要被趕 我們必須要被趕 那針對無產權者 對於產業部分 你又要怎麼回憶 你就只要告訴我們兩件事情 你能不能全面暫停開發程序 第二個 溫宰鎮市地重化案 能不能退回重審 就這兩件事情 這個計畫 目前是退回重審 退回重做 重做規劃 重做不當規劃 目前就是在做這個 這個重做的這個規劃 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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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籌範規劃 反對籌範規劃 重視在地需求 拜託你了 你不要一直給你笑臉 你不要一直給你笑臉 你不要沉默 這可住人 拜託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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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你但是 拜託你也 sheep 制作奔起奔馳 重做主事计划 武当策划 万人失业 武当策划 留意失所 重做主事计划 重视战争需求 重视战争需求 好,大家带回去 我们要跟大家报告 跟各位记者媒体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问新北市政府的 是一个政策的立场 是一个政策的态度 结果,刚刚 内政部,他落跑了 然后一直用程序的东西 来糊弄我们 我们要说一件事情 分期分区 就是奉任地方政府 硬干,这个炒房计划 的一个方式 我们绝对不允许它发生 他说的对 对 那刚刚内政部的态度 也很明显 他就是不敢 回应他政策的态度 政策的立场 那我们 我们现在 就要前往总统府 去问蔡英文总统 这是不是 就是你们中央政府的态度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大家跟我讲 地方炒房 地方炒房 中央表态 中央表态 地方炒房 中央表态 朱立伦曼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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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总统误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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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现在这边 就只能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我们现在要前往总统府 直问蔡总统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 整个中央政府的态度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那我现在 ziem雪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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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大家就先站在這邊 大家就先站在這邊整隊喔 請其他的團體的朋友 和記者的媒體朋友 有夠的也跟我們一起來 好不好 我們先整隊 等一下出發 我們先整隊 我們先整隊喔 我們先要聽喔 內政部剛才的態度 蔡英文的執政態度 剛才內政部的態度很明顯 跟以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根本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先在對方 來 我們去 我們來 順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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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